有時候不知道怎麼下標題 我們今天講一下Chrome這個字 它真正的意思 它不是只有你所知道的Google瀏覽器而已 好無聊的標題喔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最後我因為其讀 但其實我們今天看一個百字故事 那這百字故事它只是描寫一個 很難忘懷的年輕時代發生的一個事情 就是這個主角開一個車子 就是跟他我覺得就是跟一個女主角 他們在這個Golden State 其實就那個San Francisco 我們中文講說是舊金山 廣東話好像就三藩市 賭神裡面曾經出現過這個字 好像anyway 所以他們在他們的這個人生中的gap year 開個車出去玩這樣子 很難忘懷 所以今天就是認識一些 就把這個畫面講出來而已這樣子 然後是認識一些詞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先把念完好了 我們來看 我們有貿易的 穿石橋 just north of San Francisco on our gap year in a rented Rio American cherry red 1993 Ford Mustang all youth and chrome and horsepower and freedom and you're wearing a red and white candy stripe top that makes you look like a barber's pole when you twirl dabbled California sunshine dancing in your hair like fireflies I kiss your sea salt lips and you flash me a smile that still shimmers through the long shadow of intervening years one that keeps drawing me back unable to forget and unable to move on 結束 好 so 大家開頭說的是 we're humming down the Pacific Coast Highway 这个hum hum的意思就是 发出声音 简单的说 像我如果今天在 哼一个歌 我也可以说 I'm humming a song OK 所以他们就是 这样的hum down 那这个是太平洋 也就是说 你说美国西岸的 那你说东岸西岸不一样吗 那东岸那边 它的靠的那个洋 就是大西洋 那大西洋 叫做Atlantic Ocean 亚特兰 大的那个亚特兰 OK 亚特兰提斯 OK 所以Atlantic 我打成Atlantis Atlantic Ocean OK 亚特兰 亚特兰 大 亚特兰 随便 好 所以这个 这是我们中文讲的大西洋 那太平洋 叫做Pacific Ocean 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 好像是我姐夫 他会觉得这个PAC的发音 应该会是 那个蝴蝶音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念成 Pacific 那可是不是 所以他的发音 其实是简短的 过去而已 所以他的读音是 Pacific 不是Pacific 你可能会觉得有差吗 还是有啦 就一些发音的 这个小小的讲究上这样子 So we're humming down the Pacific Coast Highway 所以这是太平洋 最西岸的 沿岸这边的 这个高速公路 那就是在这个 San Francisco的北边 就是North of San Francisco on our gap year 所以在他们的这个 gap year应该没问题 就是你知道大学生 高中生大学的时候 有的学生会 把这一年就说 好我现在来休息一年 我读书读了12年 12年国教 读得很辛苦 所以我需要花一年的时间 去找自己之类的 那这是西方国家里面 蛮多学生会做的事情 我们台湾敢这样做的年轻人 似乎不多 在我当年高中毕业的时候 还真的有 我现在回想一下 至少有10 大概有20分之1 的同学们 是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在那个时候 每个毕业生上台 然后上台拿他的毕业诊书 那旁边有个思议就会说 啊下一位是谁谁谁 那他接下来下一年要干嘛干嘛 他们会讲出来 例如说 哦这个人进了什么大学 这个人进了什么大学 会讲 就是报告让大家知道一下下 就要下一个例如说 I don't know Joanna Gordon 然后他可能明年要去U of T 什么这些的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说 下一位是谁谁 然后他说 He's taking a year off 所以他花一年时间休息 那年那个年代还没有gap year这个名词 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听到说 Oh he's taking a gap year 没有 那个时候只有说 He's taking a year off 就是花一年的时间来休息一下 好anyway 所以gap year应该很容易懂 那他们开着一台 In a Rented Rented就租来的 In a Rented Real American 他这里 这个Real American还画了那个 把它变成鞋体线 所以它不是一个特殊名词 它就是要强调一下下 我们开着真正的美国车 So in a Rented Real American Cherry Red 1993 Ford Mustang 所以是Cherry Red 就是像樱桃般的红色 那1993年的福特的 这款车叫做Mustane 好像中文翻译成野马 还什么贵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有找出来 所以大概就是这一台了 Cherry Red 1993 Ford Mustang 好所以它算是这个 我们讲说那种很厉害的muscle car 我也不知道 我对车也没有研究 但我们知道那种很厉害的车 就是马力很强的车 有时候他们就叫 就用肌肉muscle这个字来形容它 所以muscle car是有的这样 所以他开这台这样的车 逗点后就是做一点资讯的补充 他用一个all来当作开头 这样的用法其实算是 就是很口语的一种英文写法 假设一个人走进一个房间 然后看起来他就是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 所以我就可以说 so 他假设名字叫David好 so David walked into the room all important 就是ok的哦 这里的all important就是算是一个补充资讯 斗点后的这样子 所以他这里斗点后补充的就是 all youth and chrome and horsepower and freedom 他故意用这种写作 你知道如果要排比是要斗A斗点B斗点C斗点 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才是and的最后一项 对不对 可是这里他就没有遵循这个规则 可是他的flow很好 所以again有时候母语人士写作的时候 他是不太管你真正很严谨的文法的 那只要是flow的漂亮那都没问题 他事实上还有一些部分像这个cherry red也是 我个人觉得好像应该中间有个hyphen 可是他也没有 他甚至下面还有地方拼错字 但有差吗 没关系啦 我们不能去就不去要求这些 如果今天他是会印刷出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网路上就算了这样子 好anyway 所以他们开着这一台Mustang all youth and chrome and horsepower and freedom 好所以就是他们开着车的状态 年轻年轻奔放 all youth 下一个是chrome chrome是什么呢 那horsepower还好理解 horsepower就是马力 所以车子的马力很强 然后他们又很自由 freedom也没问题 那chrome是什么 chrome一般来说是一个金属的名词 叫做格 还是格 就一个金布 然后旁边就是个位的个 我不知道这中文叫格还是格 大概是第几个法音不确定 可是总之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用这个chrome 用这个金属去做那种镀金的话 那这个它呈现出来的颜色 就是外表就是chrome的这样子 所以我读一下这个地方 他说chrome plate as a decorative or protective finish on motor vehicle fittings and other objects 所以你用chrome就是刚刚的这个金属 这个plate 这plate就是去镀金的概念 就外面镀了一层plate 它当成是装饰用的decorative 或者是保护用的protective的一种finish 这样子 弄在汽车上或者其他的东西 所以你的水龙头 那种颜色就是chrome的颜色 所以我这边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这color看看 看不看那边我们的图片 chrome 所以你看这个你如果看萤幕的话 这个就叫做chrome finish ok 我加个chrome faucet好了 就是水龙头 所以这就是chrome的finish的这种水龙头faucet ok 那你说回到这个地方它讲chrome是什么 就是车子汽车在它的例如说轮胎的边框那边 就是有chrome的一个finish的感觉 大家懂我意思 ok so all youth and chrome and horse power and freedom ok 而你穿着一个什么东西呢 and you're wearing a red and white candy striped top 你穿着红色白色的 糖果的那一个条纹的衣服的上衣top 这样子 那使得你看起来像是一个barber's pole so it's a candy striped top that makes you look like a barber's pole 所以什么是barber's pole 我刚说他拼错字 barber's pole就这个我直接给你看 好你看过吧对不对 好像是就是理法店外面在那边转转转的这个东西 那因为它的确是个像个杆子般的物体 所以它叫做barber's pole 那打错的部分是poll1才是正确的拼法 poll是民调 所以它打错字 you look like a barber's pole when you twirl 所以当你在旋转的时候 你看起来像这个理法店外面那根一样这样子 dappled 那逗点后继续说 dappled california sunshine dancing in your hair like fireflies dappled的意思就是斑纹或之类的 所以加州的阳光像斑纹斑在你头上映着这样子 dappled california sunshine dancing in your hair 那这个在你的头发上 那这个头发的话我们用的阶系词上也是用in不是用on这样子 像例如说有首歌叫做红衣女郎 the lady in red 里面就有一行歌词就是the highlight in your hair 就是你头发的挑染 所以the highlight就是翻译成挑染 the highlight in your hair 所以你头发的挑染它的阶系词也是用in 我也是用这个方式来把这个阶系词记起来的 就是你看马上想起来the lady in red 这一首歌这样 excuse me 好所以dappled california sunshine dancing in your hair like fireflies 像萤火虫一样的加州阳光映在你的头上 当你在转的时候大家可以理解 逗点后又接下去 其实应该是句点了 他这里没有连结词 所以跟文法有些问题 我们都看得出来 但是也没什么纠正他的 所以他亲了他这个仿佛嘴唇上沾了海盐 所以海盐沾了海盐的嘴唇 so i kiss your sea salt lips 这样子 and you flash me a smile 而你就对我就是展开了一个微笑这样子 这个闪了一下微笑 那这个微笑呢到今天都还让我忘不了 所以他用that来关带这个微笑 that still shimmers 所以这个微笑到今天还在闪耀着 shimmer这个字我们前几个礼拜才讲过 就是闪闪发光 so you flash me a smile that still shimmers through the long shadow of intervening years 所以他人在闪耀着透过这些 所以接下来的好几年 中间有intervene是介入的意思 所以他跟他之间有好几年的时间 可能没联络或之类的 他叫他intervening years 那这些年就仿佛是一个很长的阴影班 但在这个很长的影子里面 这些中间没联络的自己 这么长的这么长时间的影子中 你的微笑仍然闪耀着 你看这描述的真好 所以 still shimmers through the long shadow of intervening years 逗点后又有一个one 这one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的微笑 所以这个微笑一直把我带回那个回忆里 所以逗点后one that keeps drawing me back 把我一直拉回去 让我忘不了unable to forget 而也没有办法让我的人生继续走下去 因为我就一直卡在与你的回忆中 and unable to move on 所以move on就是人生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没有你 我没有办法move on 所以这说的就是一个很令人沉醉的一个故事 我们再把它念一次好了 we're humming down the pacific coast highway just north of san francisco on our gap year in a rented rio american cherry red 1993 ford mustang all youth and chrome and horsepower and freedom and you're wearing a red and white candy striped top that makes you look like a barber's pole when you twirl dappled california sunshine dancing in your hair like fireflies i kiss your sea salt lips and you flash me a smile that still shimmers through the long shadow of intervening years one that keeps drawing me back unable to forget and unable to move on 结束 alright it's a beautiful story well not really a story but it's a it's kind of like a a video clip that has no dialogue in it yeah how anyway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今次见 in